今天全台都是高温闷热的天气形态 尤其台南将会出现36度的高温 不过明天开始天气形态又要改变了 今天基本上还是早上炎热 下午会有雷震雨的天气 但是从明天9号开始 全台就会变成了不定时的出现雷雨或是震雨 周六起第五波封面底台 由于是滞流封面 全台连七天盛防大雨 再加上午后热对流旺盛 将会使得降雨范围更加的扩大 雨势就更强了 会有剧烈天气的发生 气象专家彭启明表示 接下来这七天所下的雨 将会把过去几个月缺的水都补回来 至于第三号台风古超 虽然预计下午到晚上将会增强为中台 但气象局表示对台湾不会有影响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义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按赞订阅分享 明镜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